SML 當然有這個問題 SML 開放給大家 自己去訂你自己的 你訂了 我也訂了 我們這樣同樣的名字 我們兩個創三 一服創的怎麼辦 所以 Name Collision 是一個問題 譬如說這個 我在數學的裡面 假設我訂了一個 這個叫 Subject 的標籤 那這 Subject 標籤呢 有的是在數學領域裡面 有的是在音樂領域裡面 它都用 Subject 所以 Subject 到底是 指數學裡面的一個 Subject 還是指音樂裡面的一個 Subject 就 就會 就會碰撞了 就兩個不同的元素 但它有同樣的一個 一個名稱 那這個時候就 就不好了 所以呢 我們就要有所謂 命名空間的這個概念 我在學校裡面的 修課的時候的一個 Subject 就是 Math 就是這個 我在學校的這個空間裡面 學校裡面的課程裡面 那我在 Medical 醫院裡面可以有音樂治療 音樂裡面的那個主題呢 那醫院 醫院裡面的某一個主題叫音樂 這個有點發音 這是 Medical 醫學裡面的 醫學裡面的某個主題叫音樂治療 在醫學裡面 這個是我們校長的拿手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我們校長彈鋼琴嗎 應該機會很多啦 只要看到他有什麼開會的地方 有一個鋼琴他可能就會上來表演一下 他還出過CD的 這個 音樂治療是他的他的強項 這個 音樂跟那個信訣 這兩個是他的強項 對 那 所以 所以 一個是 一個是學校裡面 他談到主題的時候 數學是屬於學校的主題 原則 那在醫學裡面 講到某個 subject 是 Music 那 所以 在學校跟醫學這兩個 就是 Namespace 就表示 我在這個 我講到的主題 是在 在學校的這個領域裡面講的 還是在這個醫學裡面講的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做區別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跟 URI 在做結合就可以做區別 那 那使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譬如說 你要產生一個 我剛剛講 這是講概念 這兩個要做區別 那真的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定義你自己的 Namespace 用這個 smns ns ns 代表Namespace 就命名空間 你可以自己定義 像譬如說我自己定義的兩個 命名空間 一個是文字的 一個是圖形的 一個叫 text 一個叫做 image 那 那這個 用這個keyword定義它的 urn 是在 它的這個 Namespace 是放在什麼地方 它的 它的prefix呢 是 urn 帽號 digital dot textinformation 或 dot column image information 這兩個都有它自己的 prefix 那我用到某一個空間的時候呢 我宣告了這個 Namespace 以後呢 那我就可以照這個用 但是 你其中某一個你可能會比較經常用到 比較經常會用到的這個呢 你就把它設定成 default 像我們宣告的時候 就這樣子來宣告 那default呢 你就設定某一個 某一個叫text 某一個叫default Default的話就表示 你不用宣告 你不用特別 你用到Namespace的時候 你不用去指名 就 像不然我每一個 每一個都要加上一個 這個Namespace 就很囉嗦 那我自己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可能用到兩三個 Namespace的 但是呢 我最常用到這個 那我就宣告我是default 那default的是 text 我的文字用到最多就是text 那如果有default的時候 你在用到文字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 特別表現 我們看這個例子 好 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命名空間宣告了 那 那這個 好 那 你在text裡面呢 有fine name 有description 在image裡面呢 也有fine name 然後也有description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去一個 因為 你在 你在這個text 跟image 的這兩個空間裡面 都用到了檔案 跟描述 那 那可是在這個 呃 在這個 在這個 image的這個空間裡面呢 你可能還會用到size 因為image它的寬跟高是多少 文字它沒有寬跟高 所以 所以兩個命名空間裡面 它可能有相同的 某些東西會碰撞 某些東西不會碰撞 某些東西不會碰撞 我有獨特的 我獨特我自己在 我這個空間裡面定義的東西 不會 那有些東西會碰撞 所以這個要小心 有些同學在寫程式的時候 常常會include一堆library 我把這個也是 你把很多東西 別寫程式通通把它給包含進來 包含進來 包含進來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包含錯了 因為它這兩個裡面 有衝突 有這個 所以你要 同學應該是不會 有時候在工作業績的工程師 他們有時候想要 這個 這個也要 那你要先要看 內容要看清楚 哪些東西是包含進來 一個為主 一個為副 那你去做延伸 那這個是OK的 但是 你把一堆東西都包含進來的話 裡面很可能就會 這個confliction 就變成衝突 OK 那這是兩個命名空間 那這個是 那其中某一個命名空間呢 你把它當作 像這個 像把文字的 當作是default 這個 這個命名空間文字 那另外的image 我還特別講 所以我講到文字的時候 我就不用特別講文字 直接用file 和description 那在image的地方呢 用到image 冒號file image冒號description 這樣 那這邊兩個 任何地方都用 任何地方都把它 這個 就必須把text 跟image 把它加進去 因為你宣告 沒有宣告哪一個是default 那在這邊 你已經宣告它了 我這個 我用到這個時候 我就是default text就是default 我是老大 我不要再加 我每次講到我的時候 我必須再加上這個 這個什麼 前面的那些prefix 那 反正就是我了 那如果用到你的時候 你這個 你不是default 你就必須要把你的 netspace的名稱 加在前面 然後再加column 表明你是 那個裡面的這個標籤 我是default標籤 我就不用加了 這個 這也是很直覺 直覺易懂的 但是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這個 避免了那個 命名的衝突 好那最後一個 這個case study 這個是一個形式例的 當然後面這個形式例 不是很完整 但是這個是從 但是這個是從 SML很多的 你可以去WC School 或者很多地方都可以有 那這個形式例呢 是 呃 它配合上一個應用 你可以去 它的檔 形式例檔案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就可以看 這邊是在查詢 查詢 哪年哪月 哪幾 幾月幾日的 的什麼時間 它要做什麼事情 那 形式例本身呢 就是用一個 SML檔案來促成 所以 這形式例 就是我們 那我們現在的形式例 事實上也是 就你現在你用的 形式例 用的這個 聯絡人 那這些東西都有標準格式 iCalendar Calendar 或者這個 Calendar的格式 都是標準格式 標準 SML格式 你的聯絡人也是 那這些東西 它儲存的時候 都是一個SML檔案 那你用一個程式 你就可以去處理它 你的這個 譬如說你的這個 你的Google Calendar 或者你的這個 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其實Map也是 現在大部分的資料 在外面上 大概都是XML格式 那 原始的資料 你把它 用一個程式 就可以來處理它 這是應用程式 好 那 那這邊這個Panner 這個Panner的 Panner的這個 標籤在這裡 Year 這2000年 然後 7月15號 這個從2點半到4點半 就是Note 2點半要做一件事情 2點半它是Doctor's appointment 跟醫生有約 4點半 4點半 20呢 是要上體育課 物理課 Physics class 那這個 所以在這 兩千年的幾月幾日 那有做幾件事 這是我們的 schedule 要做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天 7月4號 這是美國國慶 independent date 要做這個 然後7月20號 有這個時間 要做什麼事 7月2 另外一個時間 要做什麼事 等等 這個要做三件事情 三筆資料 三個Date 跟Note 然後這個 整個Panner 那 注意到 這個形式力 這個當然是 人造的 是不是形式力 一定要長成這個樣子呢 絕對不是 等一下我後面也會看例子 我會看好幾個類似的例子 為什麼我的Date 要變成單獨一個標籤呢 我Date 可不可以變成一個屬性呢 也可以 變成上面的屬性 我這個Note 我要擺在哪裡 其實都 這個變化很多的 就是說 我不見得一定要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我剛才講 這個部分 其實是SML裡面 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 SML裡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這些 這些 元素跟屬性 該怎麼樣放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沒有辦法告訴你 就是你要多看 多想 然後設計都比較好的 當然 很多時候如果標準 他們已經都設計好 你就要去Follow 但是 但是這個 好壞的話就要去思考 怎麼樣會變成一個好的 那 有了這個 這個代表形式力以後呢 當然我就可以用程式 或者用Process Instruction 或者用什麼樣的 那種後面技術來 來 來 來處理它 那 這個是 SML的簡介 那 後面還有好多個技術 DTD Schema 還有這個 SPass SSLT 主要這幾個 這幾個我想我們留到下個禮拜 再來 再來 這個 談後面這幾個技術 所以下禮拜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把SML 會很快的review一下 因為今天有很多同學去 去做參訪 那 簡單review一下 那今天我們主要就要看 DTD Schema 然後還有這個 SPass當然很快 SSLT的幾個例子 所以大概 所以下禮拜沒有Quiz 下下禮拜才有Quiz